30岁,我遇见了一个母太单身的小男孩 因为她的黏人和可爱让我心动 却也因为她的幼稚任性和不会照顾人 让我厌倦了这种母子般的爱情 从来没想过,年后长达三个月的异地回来 她变了,要不要一起去 她不会再为一件小事撒娇卖面 不会在孩子起的霸占我的私人空间 有时候甚至体贴到让人怀疑和之前的她还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不正是我希望她变成的样子吗 可为什么看着她这样,心里却有些难过呢 后来,如我所料,她累了 可能从我自私地逼她活成我想爱的样子开始 就注定再渐渐失去她了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女朋友 来,让宝宝变身皮卡亮,给贝贝充电 她小我七岁,刚毕业的收入只够勉强活口 却总会亲近所有的制造惊喜给我 你吃吧,我洗澡去了啊 520快乐 香水,口红 还有这个磨砂膏 泡澡磨砂一步到位 还能改善你皮肤上的小疙瘩 这样夏天我就可以送你少女去了 你快闻闻,醒来被窝都是樱花味儿的 挣不了几个还大手大脚的 又借别人钱了吧 尽早给别人还了 那时候,工作忙得焦头来了 我知道她也想竭尽所能地替我分忧 可结果 你帮不上忙也就算了 你帮大忙几个意思啊 我就是帮你 你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 这些工作,哪有难做 我真这么累呢 初音,你累 我帮大忙 反正在你眼里,我就是一无是处啊 就是你开心的就牵住 也不开心的那边那边的宠物狗 给你准备烂足的惊喜 送你消不上的礼物 我还是去做一只流浪狗吧 我以为她会回来,可惜并没有 直到现在我才终于你来 在爱情面前 事业再成功又有什么用 我不过是她眼里失败的前女友 好好好,我马上到 婚礼前夕,我被紧急外派出差 带着对她的歉意 只能匆忙离开我的心房 原本两天的差事 硬是被拖沉了一个月 情人节当晚 终于结束工作 带着给她的礼物 连夜赶回 结果 等她的解释 整整等了两个月 她才终于出现 喂,你一定的 我去找你 方便 直进的那晚见面后 她一直在哭 那一瞬我看不懂 她的眼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和那一圈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都不跟我说发生了什么 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吗 还有 这是你一直想要的新两款球鞋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终于在德国APP上买到我 直到她拿出请柬的那一刻 直到看到心灵不是我的那一刻 我和那一刻 直到她说 情人节那晚 那个她追了一整个青春的女生 又出现了那一刻 所以我什么都命的 请 我回来了